作为七队的队长孟赫棠 在相声创作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 在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 一具盘塌更是火遍全网 除此之外 孟赫棠专场的上的新作品 特工学院 儿童相声也是非常的优秀 不但题材新颖 包袱更是层出不穷 首次展现后就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支持 但也引起同行们的关注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 某相声同行公然在相声剧场 演出孟赫棠周九良专场原创作品 引起不少网友的热议 众所周知 作为喜剧类型的演员都会有一个小本本 记录生活中一些有趣的包袱 或者听到一些感觉有趣的包袱 然后稍微加工运用到舞台上 给观众带来快乐 但像这种直接照搬的 明显是侵权行为 也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反感 毕竟一个好的相声作品 创作过程非常的不易 德云社正好老师 曾讲过一个新作品的创作过程 一个好的相声作品 需要不断地一字一句推敲 这句话放在哪里合适 会不会引发争议 自己琢磨完后 再让师傅看看 给你一些意见 除此之外 还需要经过几次的演出 毕竟观众满意 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包袱 你说用了就用了 但是整段的相声作品 直接照搬 确实不合规 也不合法 引起如此大的争议 相声同行也坐不住了 在6月5日 发长文道歉 但发完之后 却让网友们更加气愤 有网友总结了一下 这份道歉声明 一共有以下几点 一 我原创作品广告漫谈 在德云社团宗里 被某演员抄袭了 二 我小剧场演出不挣钱 借鉴了孟州两位作品 也没赚到钱 虚假繁荣是郭麒麟说的 小剧场不挣钱 德云社心里有数 三 德云女孩不仅捧德云社 也捧我 四 我尊敬你看得起你 我才用你作品 五 我抄的光明正大 在剧场公开说了 是粉丝没拍权 虽然发文道歉了 反而是让大家更生气了 之所以生气 是因为对方名义上 是道歉声明 可是在声明里 并不承认自己抄袭 只说是模仿改编 还说 为了避免现场观众误会 演出前和返场时 都介绍了 这是梦 周的原创作品 并在每周日的常规直播中 标注梦 周原创 最让大家生气的是 对方声称是德云社 先在综艺节目里 使用了自己的段子 自己以为这么做没事 所以自己才借鉴了 孟贺堂和周九良的相声 不少德云社粉丝甚至觉得 这道歉声明 有点阴阳怪气 透着不服气 郭德纲曾经说过 自己去一趟天津 十个相声剧场 有八个演的是德云社的段子 剩下两个演的是骂郭德纲 如今看来 郭德纲还真没夸张 同行用德云社的段子 也能证明 不光是观众觉得好 内行也同样知道 德云社相声的含金量 也有不少网友希望 相声同行们 能把这个不服输的尽头 放在创作上 自己创作出 优秀吸引观众的相声作品 而不是一味的抄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